来自南方都市宝宝宝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4月17号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 省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刘冠贤在会上表示 广东的核酸检测是动态调整的 目前广东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重点人群和对象 主要是境外来越人员、武汉反越人员等6类人群 刘冠贤表示 至于普通市民担心被感染 觉得自己是无症状感染者 可以去指定医疗机构做核酸检测 刘冠贤同时提醒大家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根据广东省大样本的检测结果 目前普通人员感染率还是很低的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和流行病学史 建议不要扎堆去医疗机构进行核酸检测